火车轨道下面要铺碎石子 高铁轨道为什么不要铺 火车是通向大江南北的重要交通工具之一 做过火车的朋友肯定知道 火车轨道下面铺满了碎石子 按理说道路平坦才更适合车辆运行 为什么火车轨道下面要铺石子呢 而高铁轨道却不铺 不被定义专注科普 欢迎来到老黑的科普世界 今天这期视频 老黑就来跟大家说说火车轨道的秘密 想了解更多有趣内容 欢迎点击关注按钮 1814年英国工程师史蒂芬森 发明了世界上第一辆火车 旅行者号蒸汽火车 在这之前史蒂芬森只是个普通的煤矿工人 虽然没接受过什么教育 但他当煤矿工人的这些年里 因为挖矿总是会接触到蒸汽机 所以史蒂芬森对蒸汽机非常熟悉 也非常热爱 所以他的脑海里一直有一个 制作蒸汽机车的想法 于是1810年他着手开始发明蒸汽机车 终于在1814年成功发明了出来 1825年英国修建了第一条铁路 旅行者号蒸汽火车 在这条铁路上第一次运行 随着第一声响亮的火车轰鸣声 一个全新的交通时代来临 现在我们回到正题 为了让火车行驶的更加安全顺利 现在的火车轨道下面 都会铺上大量的碎石子 虽然看起来不平整 但这些碎石 其实是为了减少火车振动 分散压力 碎石子和碎石子之间有缝隙 这样火车高速行驶产生的振动 就会被吸收 振动减少的同时也能保护路基 另外在雨天下雨的时候 碎石子可以排水 减少雨天对火车运行的危害 碎石子还能降噪 不污染环境 所以火车轨道下方才会铺这么多 那么既然碎石子这么有用 为什么高铁轨道下面不放呢 高铁轨道下面 为什么不铺碎石子 火车轨道下面的碎石子 叫做盗炸 盗炸看起来就是碎石子 但其实这些碎石子 都是特级花岗岩 玄武岩 石灰石之类的岩石 鹅卵石剑渣这种都不能作为倒闸 因为它们的硬度不够 性质也不够稳定 可是同样是轨道 铺了倒闸的火车轨道 叫做油闸轨道 而高铁却是无闸轨道 并不是高铁不需要 而是高铁不适用 大家也知道 高铁的速度比起火车来说 要快很多 火车的速度大概是 80到120公里每小时 而高铁的速度 一般在250到350公里每小时 这种速度差异是不能比的 所以在高铁轨道铺设倒闸 肯定会造成碎石飞溅 因为高铁在高速运行时 会产生巨大的气流 铺在轨道下面的碎石 就会被气流卷起来 向两边飞出去 这是很大的安全隐患 再来就是高铁在行驶时 比火车更平稳 这一点相信大家在乘坐过程中 也能够感觉得到 高铁轨道用的是混凝土 沥青等材料 这些材料足以取代倒闸结构 比起倒闸 高铁行驶的无闸轨道 更加稳定 更惊得起风吹雨打 不仅如此 无闸轨道的养护工作 也更简单 如果是游闸轨道的话 那就必须要工作人员 时常去更换和维护 相信大家坐火车时候 也看到过 一些铁路工作人员 顶着大太阳检修轨道 所以高铁使用无闸轨道 既省成本又省人力 众所周知 我国的高铁称得上是世界第一 现在世界上有高铁的国家 都没几个 然而实力强大的美国 也没有高铁 这又是为何 美国为什么不建高铁 明明科技水平 世界领先 但是却连条铁路都没有 这实在是让人很疑惑 其实这是因为 美国人更倾向于 汽车或者飞机 很多人不知道 过去美国就被称为 汽车轮子上的国家 因为在过去 美国的交通就十分发达 在我们还在坐马车 坐轿子的时候 美国人就已经坐上 四个轮子的汽车了 所以说汽车文化 深深扎根在美国 可以说美国的每一个家庭 基本上都拥有一辆 自己的汽车 而且在美国买汽车 也没有那么多麻烦的程序 也不用交什么 消费税登记税这些 美国人想买就可以买 所以全世界 美国人民的汽车拥有率 比别的国家都要高很多 不仅如此 美国的飞机也相当成熟 美国的机场随处可见 虽然美国现在有火车 但是火车票的价格 甚至比飞机票还贵 贵就算了 火车还常常不准时 所以大多数美国人 宁愿选择价格亲民的飞机 火车在美国 与其说是交通工具 不如说是更像观光的旅游车 一些想看沿途风景的人 才会坐火车 除了这几个原因 美国不修建高铁的最大原因 是美国实行土地私有化 土地权都归私人农场主 国家想要修建高铁 也不能随随便便拿出来使用 必须先跟农场主沟通 达成自愿协议 然后还要给农场主 很高的补偿才行 而且大部分农场主 都不愿意把自己的土地卖出去 所以这也是美国 不愿意修建高铁的原因 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 又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跟大家一起分享 感谢观看